布林肯要求在9月初就阿富汗问题向众议院作证 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弹劾布林肯条款 前国务院反激进事务官员列出撤军犯下的三大错 而川普总统痛心美国有大麻烦而且会更糟 日经新闻的资深撰稿人表示 美国正在退出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最高法院停止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暂停驱逐租客禁令 哈佛任命无神论者为首席牧师引发哗然 美联储将会开始撤回美国的刺激措施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关注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表示 将会在9月份就阿富汗发生的袭击事件 举行听证会 并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作证 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弹劾布林肯条款 8月27号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议员米克斯在接受彭博电视节目的采访时表示 听证会将会重点关注阿富汗的袭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听证会将会首先向布林肯提出这些问题 发生在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 已经造成13名美国军人遇难和18名美国军人受伤 另外还有170多名阿富汗人遇难和更多的平民受伤 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和共和党参议员安迪·哈里斯 在8月27号提出弹劾布林肯的条款 他们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在自己的外交官与情报界提供的情报 和建议发生直接冲突时 没有能相应地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咨询 也没有将这些危险通知国会和国内外的美国公民 诺曼在声明中说 根据美国宪法 国务卿的任务是向国会和美国公民通报美国外交关系 在阿富汗 他没有这样做 让美国公民暴露在激进组织控制的城市当中 国务卿的职责还负责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 并在发生危险时能安全地有效地疏散他们 这些布林肯都没有做到 拜登在8月26号告诉全国 他对退出阿富汗的计划的后果负责 包括在喀布尔的袭击 他还发誓要报复那些发动袭击的人 喀布尔机场遭到袭击以后 有13名美国军人遇难 这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前反恐事务协调员塞勒斯 对福克斯新闻记者分析了拜登政府 在这次撤军行动中犯下的三个重要错误 塞勒斯表示第一点 在这次撤军行动中 拜登政府犯下的最重要的错误是 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撤出 他指出这个空军基地 本是美军在阿富汗多年反激进组织行动的核心 在过去两周中 美军人员多次建议白宫重新启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白宫的拒绝 第二点塞勒斯说 美军不应该将维护机场安全的问题 外包给基建组织 因为在阿富汗的美国人的安全会处于危险之中 第三点塞勒斯说 8月26号机场遭到袭击 很可能是伊斯兰国K发起的 这个组织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 这意味着阿富汗的威胁在持续增长 也意味着美国撤出以后 阿富汗会成为各种威胁的温床 塞勒斯最后敦促白宫 快速撤出最后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 因为机场是不安全的 川普总统在8月26号的晚间 接受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的采访 川普批评拜登政府 从阿富汗撤军方面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撤军应该是让平民和军事装备先撤出 然后军队最后撤出 可是拜登先把军队撤出来 再把平民带出去 这是最愚蠢的事情 川普说 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和美国人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甚至整个美国都有大麻烦 而且只会变得更糟 川普总统在节目中 也反驳了之前拜登的甩锅之举 川普表示 他的政府在与激进组织达成停火协议中 并没有承诺一个明确的撤出日期 而且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最大的条件是 已不能伤害美国人 美国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局势动荡 受此影响 拜登目前国内的支持率正在急剧下降 美国民调机构近期调查显示 有过半数的美国人不希望拜登连任 8月27日日经资深撰稿人秋天浩之发布文章 他直言阿富汗机场发生的事件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文章中提到美国的退出对盟国来说也是一个挫折 多个国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支持美军 但日本一国就为阿富汗直接投入了大约70亿美元 秋天浩之认为 最近的事态发展对国际社会意味着 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 他说早在2013年的奥巴马 就宣布美国不应该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秋天浩之也预计 阿富汗撤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现实 华盛顿未来在海外干预方面会变得更加谨慎 因为它每一步都会权衡自己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 中共习近平政权的崛起也带来了新的秩序挑战 他指出 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警察 盟国需要共同的努力 分担责任 这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向盟国传达的信息 秋天浩之还分析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印太地区有两层含义 一是可喜的发展 二是冷酷的现实 他说可喜的是 华盛顿将把军事和外交重点放在亚太地区 加强对抗中共政府 冷酷的现实是 最近阿富汗的事态发展 也凸显了亚洲笼罩着某些风险 他指出 拜登在8月14日的一份声明中强调 如果阿富汗军队自己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 美国在阿富汗再多待上一年或者15年 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文章认为 这是对任何美国合作伙伴的警告 如果他们不能尽职尽责 一位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盟友和伙伴时代已经结束 美国最高法院8月26日裁定 在魏京国会授权下 拜登政府不能将禁止驱逐令延长两个月 这也就意味着拖欠房租的租客 不再受临时禁令的保护 据法新社的报道 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决 决定站在房东这边 并主张任何驱逐禁令的延长 应该由国会决定 而并非是由卫生官员决定 最高法院的裁决 将会影响全美大约350万名房客 这些人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面临驱逐 在2020年9月大流行病期间 美国疾控中心颁布了这项禁令 为的是避免房客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驱逐 这项禁令经过了多次延长以后 原定会在2021年7月31日到期失效 但随着德尔塔变种的扩散 在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的呼吁下 CDC再度宣布延长驱逐令 这引发了房东、房地产公司 以及物业管理团体的诉讼挑战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大约一半的房东都是小本经营 如果没有租金的收入 他们无法支付自己的账单 或者是维护自己的财产 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写道 CDC没有法律权利 在8月3日重新实施禁止驱逐令 如果联邦政府要延长禁止驱逐令 必须获得国会特别授权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 德尔塔病种确诊人数在全美急速飙升之际 拜登政府对于最高法院宣布暂停驱逐禁令 感到失望 禁止驱逐令延长被最高法院回击 这也是本周内 拜登政府第二次在最高法院踢到铁板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选择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来担任宗教团体的首席牧师 这项决定引起外界的一片哗然 据纽约时报8月26日的报道 坚定的无神论者爱博斯坦 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宗教团体的首席牧师 自从2005年起 爱博斯坦担任哈佛大学的人文主义牧师 主要就是向学生们传授有关进步运动的知识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哈佛大学是在1636年成立的 为感谢和纪念牧师哈佛而得名 校训是真理为基督和教会 在最初的70年里 哈佛大学的校长全部都是神职人员 哈佛也是一个目的在培养 耶稣基督福音传教士的精英机构 爱博斯坦的任命标志着 哈佛大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44岁的爱博斯坦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的 一个改革派犹太家庭 他获得了国际世俗人文主义 犹太研究学所授予的人文主义拉比称号 爱博斯坦向纽约时报说 他被提升到这个位置 是为了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特别是那些认同精神进步 但是不认同宗教的哈佛学生 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 在2020年 哈佛大学中有超过40%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而2017年这个数字还不到32% 这一趋势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哈佛大学 在美国 这个由清教徒建立的十分之九的人信仰上帝的移民国家 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正悄然流行 从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来看 没有信仰的人现在至少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随着经济的反弹 美国央行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开始撤出刺激措施 但是他表示 尽管最近通货膨胀率飙升 但是央行并不急着加息 并且也会看接下来大流行病的发展 据BBC的报道 虽然美国经济在大流行病期间 急需收缩以后 在2021年已经强劲反弹 但是鲍威尔说 他还在监测目前正在席减全美的德尔塔变种的影响 在大流行病期间 美联储将美国的利息率几乎是调为了零 并且加大了对政府还有企业债券的购买力度 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 这使得消费者和企业借贷更加的容易 但也引起了人们对因此而促成的通货膨胀产生的担忧 而且二手车还有食品的价格都在上升 这也推动了美国商品价格的上涨 鲍威尔在经济政策研讨会的演讲中说 我们将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购买资产 直到我们看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方面 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他说 在通货膨胀方面已经达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而在实现最大就业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所以美联储今年将会开始放缓资产购买的步伐 但也会监测大流行病造成的不断变化的风险 鲍威尔说 要达到最大就业率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做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为5.4% 比去年大幅下降 但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仍然有一段距离 而我们是否已经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达到了2%的通胀率 也仍然需要时间的证明 在截止6月底的12个月里 美国消费者价格跃升了5.4% 是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有一些分析家对此感到担忧 但美联储说 这个趋势是由经济在关闭后重新开放所推动的 是过渡性的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节目是由瑟琳制作 也感谢您每天的留言点赞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